12个你从未见过的动物杂交品种,请相信你的眼睛,这一些都不是合成图片,它们是真实的存在著。 12个你从未见过的动物,跨越种族也可以吗?不同的物种也可以生出baby。虽然听起来不可思议,但是现实就是这么疯狂。 下面的这些动物将挑战你的想象,虽然大部分杂交的动物没有繁殖能力,但是它们的存在就已经是个奇迹了。 1. 狮虎兽,狮子和老虎交配的产物,它是拿破仑的最爱,因为它认为狮虎兽的存在是种族繁殖的魔法。 2. 绵羊和山羊的杂交品种,性格平和的绵羊和爱豆的山羊也可以结合,不知道它的性格像谁多一些。 3. 狼羊和狗产下的物种,看起来就很酷的样子,没想到狗狗和狼也可以相亲相爱。 4. 萨凡那猫,它是家羊猫和非洲野猫的混血品种,浑身的斑点和桀骜的耳朵看起来就很有气势。 5. 豹狮,豹和狮子产生的物种,除了老虎,豹也可以和狮子在一起吗? 6. 海豚和虎精的混血儿,在广袤的大海中偶尔也会有找不到同类的时候,可以理解。 7. 北极灰熊,北极熊和灰熊的产物,全球变暖之后,灰熊也可以偶尔到北极去探险了。 8. 水牛和肉牛的产物,不过头上的毛还是很可怕的样子。 9. 骆驼和羊驼的产物,总体来说还是很可爱的。 10. 斑鱼,斑马和鱼结合,于是有了它们,不过那些斑马到底是怎么想的啊? 11. 家养猪和野猪的混血儿,它们是怎么碰到的呢? 12. 猪羊,一眼就能看出它的父母是谁了,没想到猪长成这样还是很萌的。 12. 这些混血动物的存在让人惊奇,喜欢的话就分享出去,让更多人看到吧。参考来源。 13. 准备